大家好,北约退役将领访问欧洲 说北约是美国欧洲的支柱 将继续协同合作抵抗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退役将领叫本霍格斯 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 目前北约和美国最重要的协同行动 而非各行其事 他强调北约是美国对抗中国和俄罗斯重要的欧洲支柱 霍格斯目前担任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战略研究部的主任 他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新政府就任后 已经消除其他国家就美国对北约和欧洲承诺的疑虑 因此目前正朝着新浪潮迈进 他也补充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最早的电话接触中 就向北约秘书长斯托腾贝格确认美国对北约的承诺 他认为北约的重容之重仍然是保持凝聚力 彼此尊重彼此信任 当被询问到北约正在准备更新其战略概念 认为北约现今面临的主要挑战时 霍格斯回应到保持团结和凝聚力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潜在对手最可怕的最害怕的 就是北约30个成员国紧密团结 北约秘书长谈到需要防止内部出现巨大的能力差距 特别是在技术上快速发展和变革 这点很重要 但我认为战略观念也同样需要掌握 在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对手的时候 我们需要确保拥有强大的欧洲支柱 否则美国没有能力威慑俄罗斯 遏制伊朗保护全球公共事务 以及应对中国领导下的崛起 因此我认为北约专注于其核心任务 就是欧洲威慑力和防御力 真的非常重要 自2014年威尔斯峰会以来 北约每个成员国将其GDP20%用于国防 将20%的现代化用于国防努力的目标 仍将是该联盟该核心政策目标 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在无价大楼的预览会议 向记者提及 使用2%的想法并非前总统特朗普所想出来的 斯特尔彭贝格也赞扬北约成员国 为达到门槛而持续不懈努力 尽管某些国家像是德国 发展速度会比其他国家来的缓慢 斯特尔彭贝格还呼吁彻底改变同盟 为部队部署支付费用 并保护其基础免受外国投资的方式 美国国防官员也强调 北约成员国之间的会议时间 显示出拜登新政府有多早就做出努力 旨在制定自己的盟国外交政策 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 那么前政府于2020年7月 从德国输出了12000名美军的计划 并不是拜登新政府有意追求的目标 该官员说到 要明确的说 欧洲的态势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 我绝不会指望以撤退的方式来进行 也就在本月初欧洲司令部负责人托德·沃尔特斯将军 已经证实拜登新政府已经暂停了撤军计划 霍格斯也阐明 美国在参加北约会议的首要任务 应该是消除美国对北约承诺的所有质疑声浪 表达明确想要分担努力的立场 并对每年使用GDP2%的含义 保持开放态度 霍格斯还希望看到黑海地区的努力有所增加 以牵制区域势力的平衡 从美军退役将领到北约访问的讲话可以看到 北约对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围堵 目前已经达成共识了 所以从这点上看 我觉得中国要利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 给自己留出一定的空间 但是现在北约还没有进入到东北亚地区 还没有进入到东北亚地区的计划 特别是北约这些成员国 还是主要是针对着俄罗斯 俄罗斯压力很大 另外是克里米亚问题 克里米亚问题 其实特别是高加索这一带地区问题 包括土耳其 将会让北约和俄罗斯之间进行一种长期博弈 这个时间就会留给中国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我觉得在中国在东北亚地区遇到问题的时候 俄罗斯适当时候出手 可以在欧洲地区给北约一定压力 让中国和俄国背靠背 才是对中国和俄国最好的 就是北约对俄罗斯有压力的时候 中国可以出来 对不对 可以出来搞一些东北亚针对美国的 一些军事上的演习也好 行动也好 吸引一下北约注意力 同样北约针对中国的时候 俄罗斯也可以出来 这样的话北约的 我觉得像北约来说 它分散 它精力分散 特别是北约是欧洲成员国为主 欧洲成员国为主 它重心会放在欧洲 而美国的重心会随着北约移动到欧洲 虽然美国说 它现在重心要转移到东北亚地区 但是你重心转移到东北亚地区 会留给俄国足够的空间 让俄国崛起 那欧洲的危险了 欧洲就是大西洋联盟 它这个基础就危险了 北约成员国大部分都是欧洲 所以我说这个 北约的出现 还有北约的存在 实际上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 有利的 我觉得是有利的 对中国反而是一张 我觉得是一张有用的牌 你可以这么试想一下 如果欧洲没有了北约 欧洲国家跟俄罗斯之间 没有北约这种对抗 没有这种联合起来对抗俄罗斯 都是欧洲的一些小国 俄罗斯会怕吗 俄罗斯会担心像欧洲那些小国 什么列支敦士登 什么波兰 什么匈牙利 什么法国德国对俄罗斯的威胁吗 俄罗斯不会 那俄罗斯还会和中国背靠背吗 还会在中国有难的时候 俄罗斯会出来挑吗 会出来 搞这些事情吗 俄罗斯不会了 这逻辑上说很清楚 要么俄罗斯把整个欧洲扫平了 就把欧洲占领了 你小国吗 你没有联盟 我就把你们占领了 占领以后 俄罗斯回过头来 和美国一起瓜分中国 俄罗斯势力就像清朝一样 对吧 俄罗斯本来就是欧洲的宪兵吗 和欧洲国家 你好我也好 沙俄吗 那咱们一起来瓜分中国吧 你反倒是什么呢 你现在俄罗斯因为北约的出现 跟中国被靠背了 那你说北约对中国呢 那第二点咱再讲 俄罗斯没有统一欧洲 而欧洲小国呢 和俄罗斯之间 如果没有被俄罗斯统一 欧洲小国又对俄罗斯不产生任何威胁 俄罗斯呢 干嘛 对吧 对欧洲事物这么上心呢 干嘛要和欧洲这些小国对抗呢 为什么要对抗呢 不对抗 不对抗 他也可以跟着美国一起来瓜分中国 不是啊 来研究研究中国的事情吗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 就是北约 他统一起了欧洲 其实北约的存在 对中国的崛起非常有好处 如果北约不存在了 我觉得对中国的崛起 那才是真的威胁 我个人的看法啊 我个人看法 这个逻辑我觉得说得通的 欧洲 特别在美国控制下的欧洲 这种联合 对俄罗斯来说是威胁 对俄罗斯既然是威胁 俄罗斯 他也就没有心情 无暇东顾 也就没有能力 跑到东北亚地区来搞一些事情 中国就可以安心发展了 另外俄国可以牵制美国一部分力量 所以这个你看透了整个世界的这种 这种地缘政治态势以后 你会发现中国的崛起啊 我觉得中国崛起是一种必然 这种地缘政治态势以后